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W3 CSS的第二课 第二课我给您定的标题就是 从HTML开始,或者说从HTML开始 一回事,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HTML5的文档 当今浏览器说不支持HTML5 除了IE之外,好像还没有其他 IE的最新版本也是支持 接下来的另一个知识点是 我给您讲解一下如何导入W3 CSS 那么好,咱们先从index.html开始吧 咱们先看一下W3 CSS的导入方式 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是说咱们链接到 W3SQ这个网站上的W3 CSS 有的朋友说我不想链接到 这个网站W3SQ 我下载下来自己去链接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 您可以通过这个URL 把这个W3 CSS下载下来 放到您的网站当中 然后咱们这个引用路径 使用您的网站的相对路径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引用方式 就这么一句话 好,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今天的综合例 这个例子呢 我把这个页面分成了三个部分 页头部分 页脚部分和内容部分 然后页头部分呢 我使用一个 大家请看W3-什么 一个容器类 这个W3 CSS给咱们提供的所有的类 class呢 前缀都是W3- 以示区分 咱们自己在这个网站开发过程中 可能还用到咱们自己的一些类 自己定义的类 如果是W3-说明了 是从这个地方引用过来 咱们大家要注意这个命名的规范 好,那咱们今天用到了两个类 一个是容器类 容器类具体干什么的 有什么注意事项 有什么特性 我放到下期视频呢 给您讲解 咱们就记住 这个地方呢 我用一个普通的DNAV 然后呢 给它灌上了一个W3的容器类 同时还给它一个背景色 W3-绿 W3-绿是它自己配置的RGB 可能和咱们理解的绿略有不同 不过没有关系 咱们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标准的HTML的标题 H1-H6 最后呢 是页角部分 页角部分和页头部分呢 内容完全一样 仅仅是背景色 我用的是亮灰 而不是上面的绿而已 好 那这个问题 这个代码就这么多 应该没有问题 咱们拿拷贝过来 直接运行一下 看看实际的显示效果 好 咱们看 这个页面是标准的index.html 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我引用了W3.css 就这么一句话 就可以引用 好 那咱们直接运行 看一下这个页面的显示效果 今天是第二课 Let's go 大家请看 效果出来了 非常的美观 也不是美观 反正我看起来感觉还是不错 我很喜欢这种平整式的页面设计风格 首先是一个页面的标题部分 页头部分 然后是小马视频频道 背景色是绿 字体是白色 接下来咱们再看下面 下面是页角部分 背景是刚刚我说的亮灰 字体是黑色 中间 中间是内容部分 标题从H1到H6 这个是自动应用了W3.css的样式 那么咱们说 我不用这个样式行不行 你现在默认的H1到H6 这个各个标准器都有各个标准器自己的样式 对不对 我不用这个W3 那会是什么样 这很简单 我把这行去掉 咱们看看 就是说 咱们如果不用这个W3 CSS这个框架 页面会显示出来什么效果 咱们试一下 go 首先说标准的DV 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没有那两个类的存在 所以它就是标准的DV 然后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H1到H6 这个H1到H6的显示方式 会根据浏览器不同 而显示出不同的显示效果 这个就是说 咱们要应用于这种标准的W3 或者说Bootstrap这个CSS的好处了 它让所有浏览器的显示的效果完全一致 如果没有这种CSS框架的话 各个浏览器 它要根据它自己浏览器的实样 来解释标准的HTML 以及显示 那么换句话说 咱们编完了同样的代码 用户使用不同浏览器 看到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咱们应用这种CSS框架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咱们再恢复过来 这样的话 咱们无论用哪种浏览器 包括手机平板 看到的字体样式都是完全的统一一致 达到了统一页面的效果 所以我推荐您 在网页开发过程中 一定要用这种统一浏览器的CSS框架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所有的内容 这个仅仅是W3C的冰山一角 今后我还会涉及到它的好多其他内容 也希望您能够期待 然后今天的代码 我已经放到了看中文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那么咱们这个视频就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